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史料记载 长沙窑起先应是岳洲窑的一个外围窑场 安史直乱后 唐王朝窑宫南迁至此 长沙窑逐渐创造形成了独居特色的彩丝烧制记忆 李建毛表示 尽管长沙窑从事瓷器生产前后不过百余年 但其借助海上丝绸之路独屁蹊径 根据购买者喜好专门制作融入域外文化元素的外销型产品 加上物美价廉的品质 成为唐代瓷器外销的领跑者 李建毛认为 长沙窑将书画用于瓷器装饰 以艺术的形式向外传播中国文化 显示了当时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文化自信 同时 也有迹象表明 中晚汤时期 阿拉伯人活跃于长沙及洞庭湖区 他们应该参与了长沙窑外销产品的设计创作 堪称定制化生产 开创了中国瓷器装饰艺术上的先河 我们不仅是把中国的文化带到国外 同时 为了外销业 按用老外的需求的那种试验和它的文艺来生产 这些文艺其实就把西方的一些文化 带到了我们中国 当时它很多也又觉得好看 我们也开始生产 按那种文艺生产也内小 那么这种文化 西方的西域的一些文化 在中国也开始传播 李建毛说 长沙窑向外传播时 也受域外文化影响 将印度佛教文化 波斯文化 伊斯兰文化中的元素为我所用 在瓷器上融合呈现 体现了对中西文化开放包容 坚收并蓄的特性 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 不可或缺的减证物 日本的一个考词学家 叫三向赤门 他就讲 他说古代中西的文化交流 是写在中国瓷器上 这个茶叶喝掉了 衣服穿破了 只有这种瓷器 还在意义生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llins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